来到河欢山希望能够迎接第一道曙光 以及能够这边观赏美丽的云海 放眼望去前方道路全停满了车辆 山路仿佛成了大型停车场 民众只能在车上等待 有些人干脆先下车拍照 观赏美丽的日出 2021年第一天 一大早河欢山挤满车潮 从昆阳到武岭塞了整整两个小时 前面完全没办法再上去 因为两道就是上去 然后根本没有办法下来 来到武岭更有人透过现场的 及时影像监视器截图留念 感觉就是上新闻被出名了出名了 一部成红成为网红的部分 除一除二再跟妈妈来再截图一次 另外由于前一晚 亲近跨年晚会改为线上直播 有摊翻埋怨 不少游客本来已经上山 听到消息后 百姓下山 人潮锐渐 生意减少了起码三成 昨天晚上已经有一堆上来了 可是就是可能比较下去了 有的被取消的话就退房了 有差 所以少三成就对了 至少有三成的 我觉得 不只河欢山 也有人选择到南陀郡大山登顶庆祝 沿途上许多植物抹上一层薄冰 吸人眼球 即使没下雪 民众依旧满怀兴奋的心情 迎接新年第一天 2021新年快乐 记者连渊兵王百英 SNG小组南投采访报导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订阅明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